电容器与电容 凡是两个导体 你看这是一个平面导体 后面有一个平面导体 两个导体当中绝缘 互相绝缘 这就变成一个电容器 这是一个球壳 导体球壳 这也是一个导体球壳 两个当中绝缘 用空气绝缘 这也是一个电容器 叫做同心球壳电容器 这个叫平行板电容器 两个圆柱壳 当中也是用空气绝缘 还可以用别的东西绝缘 别的界电子绝缘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个电容器 叫做平行圆柱壳电容器 那现在我们 知道电容器就是 凡是两个导体 用绝缘体隔开的话呢 它就形成一个电容器 你要知道电容器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电容器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 就是说它两个导体当中的电位差 电位差 这个电位差 跟它的电量的绝对值 这里头有正Q了 正Q 它带电量的绝对值 跟电位差 跟电位差的比永远等于一个常数 它有这个特性 这个常数C啊 我们就称它叫做电容 这个电容器的电容 OK C称为电容器的电容 叫capacitance 好 电容的单位呢 因为它是Q over V 它就是每一伏特 多少库仑 美伏特有多少库仑 那么我们设立一个新的单位 叫做法拉 Fairon 一个法拉 就等于一个Q per volt 但是我们要晓得 这个法拉这个量啊 大得不得了啊 好大好大好大 你说大到什么地步啊 我们 地球上 没有哪一个工厂 能够做出一个电容器 它的电容是一法拉的 做不出来 好 做不出来 就好像我们 银行里头发行钞票啊 新台币 最大的面值是多少 两千元 对不对 好 好像美金有一万块钱的 一张的 但是我见都没见过 因为那个不好用 不好用 今天我身上拿了个一万块美金的 或者是说不要用美金了 我们说银行如果发行一种钞票是一千万一张的 你拿到这一千万 到街上去吃东西啊 没有人卖你 你肚子饿了 看到面摊在旁边 很香啊 十一碗阳春面 吃完了 多少钱呢 二十块 你拿个一千万给他找 那这个老板 那这个老板 他还要雇 十个保镖 给他去银行 领好几麻袋的钱出来 自己留二十元 别人给你 他送你吃算了 下一次就先付钱再吃 不方便 对不对 这个法拉也是大得不得了 我们工厂里做出来的这个电容器的这个单位啊 都比这个小很多很多 百万分之一这样 百万分之七 所以我们呢 就用这个 比较小的单位 一个micro faran 十个负率次方 faran 一个pico faran 十的负十二这方法啦 就好像说我们钱不可能一千万一张啦 我们最常用的是 一百块啊 十块钱啊 五块钱啊 一块钱啊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是单位 在电路上 我们电容器用什么符号表示呢 用这样的 两条线 一条比较弯曲 一条直的 然后这个代表接线啊 这个叫做固定式的电容器 如果你这里有一个键号的话 就表示说 这个电容器的电容啊 可以调整 可变式电容器 也有的电容器是这里两根平行线啊 一样长的 两根平行线 OK 要一样长啊 一长一短就是另外的东西啊 叫做电池啊 好 现在我们就要来计算 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要怎么算 比如说这是两个平板 画是画两条线啊 这个半径是A 这个半径是A 它的距离是D D很小啊 OK 那现在我们要求它的电容是什么 电容器上面不一定要有电量啊 只要两个金属板 当中绝缘 它就是电容器啊 但是你要算电容 一定要有电量跟电压才能算出来 对不对 因此我们就 假设 平行板的电容 我们就 把电容的定义用出来啊 它是Q over V Q over V 那要Q要V怎么办 那我就 假设 两个基板上面 分别带正Q与负Q的电量 这个带正Q 这个带负Q 假设 然后呢 因为有正Q负Q啊 这里又有D 对不对 我们可以算出它的V来 那Q被V除就是C 你假设一个 求这一个 然后 就由Q来求这个 然后这两个除一除就变成C 你也可以假设V 这个电位差是多少 然后算出它的电 带的电量应该是多少 除一除变成它 D非常小 好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看到 你这个Q在板上面啊 一定是 变成分布的电荷了 这是它的面变荷密度 就是单位面积有多少电荷 这个电荷怎么求呢 严格的说起来 你要 你要去求的话 那高尺定律不能用啊 严格说 高尺定律我们以前做过什么 两个无限大的平板 对不对 这里有正Q 这里有负 这里有正Sigma 这负Sigma 我们才求出这三个区域的电荷 那现在就是有些面积啊 好 不过我们呢 就用妈妈糊糊的方法 就说 因为这个几板当中的距离很小很小很小 所以就说这两个板非常接近非常接近 所以你在当中看的时候啊 好像这个墙壁是无限大 比如说这个墙壁是有限高 你这么看 可以看到底 如果你这个眼睛都贴到这个墙壁了 你根本看不上去 你觉得这个墙无限大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妈妈糊糊把 这两个导体板啊 这里头的电厂就好像是用无限大的导体板 带电 这时候的电厂 电位一样 可以用这个方法求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 这个当中的电厂 我们上次求过 就是高斯定律那张求过 它是Sigma over Y0 它从正的到负的 Sigma呢 是等于Q over A A就是它的面积啊 加定它是均匀分布 好 然后有了E了 我们去求电位差 用这个求电位差 V就代表电位差 我们称它叫做电压 Vh-Vb 好 你把这个E带进来 X Univector.ds就变成Dx 这个常数提出来 这个积分就变成Q Y0A分之D 现在V等于QD over Y0A 那么它的C呢 C它是等于Q over V C是Q over V 你把V除过来 这个拿过来 所以得C就等于这个 OK C就等于这个 好 我们看到电容器的电容 实际上跟Q跟V都没有关系 仅仅跟电容器的形状 这个是平性满电容器 它的电容是这个样子 如果是球壳 同心球壳电容器 它的电容就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形态 还有它的绝缘材料有关 我们现在是用空气绝缘 所以用Y0 这个就是跟绝缘材料有关 空气绝缘用这个 你用其他的电子绝缘 那是其他的电子 就是Y 好 现在我们看 要做一个平行板电容器 电容是一法拉 如果两板间的距离是一毫米 绝缘材料为空气 问几板的面积应该有多大 好 我马上就用 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 这个大家都很熟 然后把这个字带进去 C一法拉 D等于这么多米 Y0等于这个 球出A来 A带进去 等于多少 1.13乘10的八次方 我们就把它当作1乘10的八次方好了 Meter Square 那它每一边的边长是多少 10的四次方公尺 10的四次方公尺是 1万公尺 1千 等于10公里 所以你要做一个平行板电容器 每边长是差不多10公里的正方形面积 用铜来做好了 你怎么做 10公里比什么还高 比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还要高 你能够做出来吗 做不出来 所以说一法拉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单位 好 现在我们看 右边的同性金属壳电容器 里头是RA 外头是RB 我们要求它的电容 我们还是用电定义来算 好 我们讲 内外球壳分别在正Q与负Q的电荷 我们假设 然后求电位 有高式定律 求电厂 电厂就是求这个之间的电厂 因为这个电容器不一定要有电量 所以我没有把电量划出来 就是它原本就是两个球壳而已 好 这当中的电厂是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电压 等于1 到了DS 从A到B 从这里到这里 你把这个带进来 积分的话 就是DR 从R等于A 从RA到RB 积分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我们前面记过了 所以我很快就把它写出来 好 有V有Q 那C等于Q over V 就等于这个字 然后你把这个通分一下 变成这个 所以你看 同心球壳电容器的电容 是这个形态 跟我们刚刚讲的 ε0A over D不一样 而这个里头也跟Q跟V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电容与带电量去电压无关 仅仅跟电容器的形状大小 跟绝缘材料有关 OK 好 现在我们看 半仅为R的导体球 球它的电容 那你会问呢 你刚刚不是说 电容器一定要有两个导体 互相绝缘才是电容器吗 现在这只有一个 那怎么算电容器呢 我们其实可以当作有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另外有一个 金属壳 半径为R的同心球壳 这个R呢 变成无限大 无限大 OK 把它包在里头 所以这是一个导体 这是一个导体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就用同心球壳的结果 是这个 RA等于大R RB是无限大 无限大的话 这就是零了 RA就等于R 所以C就等于4πY0R 好 我们看这个 同轴圆柱壳 同轴圆柱壳 导体圆柱壳 这个电容器 它的电容 好 它是这样子 这个当中 就是RA跟RB 实际上相差很小很小 好 很小很小 好 我们用这个定义来做 好 我们假设 因为要用到Q啊 用V啊 我们假设内球壳在正Q 外球壳在负Q OK 然后我们就球 这两个球壳 如果是这么有限场 我们不能用高斯定义做了 我们刚刚有例子了 但是因为这个当中啊 两个球壳当中 距离很小很小 所以我们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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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dha 旁边一点不一样的电厂 当中 好像是两个无限长的球壳 圆柱壳产生的电厂 旁边就不是 旁边的电厂可能有一点弯曲 东西 旁边那一点就算了 就算当中这个好了 那么把它这样做无限长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高斯定义来做 这是结果我刚刚说过 这个是Lamina 怎么搞又写错了 这是2πy0r分之Lamina 这是Lamina Lamina等于Q over H Q over H 这是在R A跟R B之间 电场有了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求电压 电压带进去 它是等于这个 这是Log R 这个上下线带进去是这个 然后我们有Q跟V 就得C等于Q over V 2 by Epsilon H H over Natural Logarism R A over R B 这就是同心球壳 电容器的电容 那在电路上面呢 电容有串联跟B 我想这个你们在高中都学过 我们很快的 我们很快的把它看一遍 把N个电容 C1 C2 C3等等 把它这样串起来 这个叫串联 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 从这里的电荷 正电荷 就往这边跑 往这边跑 它只有 就只有这条路就对了 这个电荷跑到这里 然后这个正电荷跑到这里 这个正电荷跑到这里 只有这一条路 这个叫做串联 好 那么 串联以后 我们知道 这个上面的电量 通通是一样 就是说 你这个电荷 这个电压比这个高 所以正电荷一定从高电压 往低电压的地方跑 跑到这里就不跑了 这里堆了正电荷 那么这个正极 这个极跟这个极连在一起 这好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导体 然后这里有正电荷 所以它负电荷被吸引到这里来 正电荷留在这一边 这个也是一样 负电荷吸到这里来 正电荷留在这一边 因此 每一个串联的电荷器里面 它的电量都是Q 负Q 就是说绝对值 Q的绝对值都是Q OK 然后我们知道 你这里有正Q 这里有负Q 一定有电压 这种VA 这里有正Q 这里有负Q 这电压就是VB 对不对 电压一级一级的下降 一级一级下降 那么我们就知道 从A端到B端的电压降落 要等于 这个我写错了 这个应该写VAV V1V2V3 常常会打错 V1V2V3 到VN 所以呢 把这个 这个V跟这个有关系 因为Q C要等于Q over V 所以V就等于 Q乘C V 不是 Q over V 等于常数 C等于Q over V OK C等于Q over V 对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 V1V2V3 用这个带 就是说V1 等于Q over C1 V2等于Q over C2 等等带进来 好 如果这样的一个串联 效果跟这个完全一样 就是说我只用一个电容器 这边是VA 这边是VB 照样这里是Q 这里是负Q 那么这个电容器的电容呢 我们称赞叫做C1 叫Equivalent Capacitance 那这个结果VAB是等于Q over C1 所以呢 这个跟这个相等 这个VAB跟VAB Q就是这个Q 那C1分之1 就等于这个 这是串联 电容器的串联 这个你们高中都学过了 所以我很快地讲过去 如果N个电容器这么连接 就是说 N个电容器 左边 共有一个电压 电位 右边共有一个电位 VB 然后这个电压 电荷 从高电位往低电位的地方移动 所以Q呢 往这里移到这里以后 就分配到这N个电容器上面 这个分配了Q1 这个分配Q2 这个QN等等 所以我们就有Q Q1加Q2加Q3 一直加到QN 然后我们说这个Q1 跟VAB 跟C1呢 有这个关系 比如Q1 等于C1乘上VAB Q2 等于C2乘上VAB 等等 然后我们说这个 还是一样 相当于一个电容器 这么连接起来 这么连接起来 那么 这里头 Q就等于 CE over V 好 这两个 如果是相当的话 那就相当于什么呢 CE是等于 C1加C2加C3等等 这是并连电容器 好 现在我们讲 电容器的除能 电容器做什么用 它一个就是储藏电荷 一个就是储藏电能 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看 它储藏的电能是多少 好 假定 我们这是一个 球 导体球 这是球外面的 一个无限大距离 无限大半径的一个 导体球壳 本来都没有带电 它也没有带电 外面也没有带电 好 这个时候 我们要它带电 它带电怎么带呢 我们就从这个球壳上面 移DQ过来 推这个过来 OK 好 推过来以后 这里就有DQ了 有DQ以后 它马上就有电位 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大的电位 那这边是正DQ 这就是负DQ 好 第二次 我再把这个外面 提出一个DQ出来 外面提一个DQ 这个时候 这个这里就有两个负DQ 吸引它 这里的一个正DQ 排斥它 所以你要把它从这里 移到这里来 要花力气 要花力气做工 所以我们一次一次 把DQ移到这里来 一直移到这个地方的电量 是小Q 它的电位变成V 小V为止 小V 这个时候电容器的电容呢 它就是Q 它就是Q over V 这个 就说你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的Q 被V来除 就是它的电容 对不对 好 那么 我们继续把DQ从这里移进来 已经这里有V了 有Q了 这一次 这一次 我们做的工 就是V乘上DQ 就是DQ乘V Q乘V 这是电压 这是能量 就说你这里 这里已经有Q了 小Q 有小V的电位 然后你要把这个 这个外面的电位 始终我们认它是零 所以这个V就是电位差了 你把Q 移到这里来 DQ移到这里来 这次做的工事这么大 你继续移 移到这个上面的电量 是大Q 电位增加到大V为止 那这个时候 你做的能量呢 你做工呢 就是V乘DQ 这个积分 从零 当初没有电荷 一直到这个上面 电荷变成Q 那么我们把C 等于Q over V 又等于Q 大Q over V 这两个 因为同一个导体上面的 是带进来 你看这个 我们单单看这个 V 等于Q over C 那C 提出来了 QDQ 就变成 二分之一 Q平方 对不对 然后Q呢 我们可以用 等于Q的CV 带进来 二分之一CV平方 所以等于 二分之一QV 二分之一QV 好 这个要记住 这个就是 电容器上面的电能 我们可以看成这三项 或者这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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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知道 电容跟电量 用这个 你知道电容跟电压 用这个 你知道电压 跟电量用这个式 那这个就表示说 这个 能量 是储藏在电荷里面 有电荷的地方 就有电量 所以 能量 我们就是用这三个 OK 上次表示一个观点 认为电能 是储藏在 电荷里面 现在我们就用 刚刚那个式子 来求平行板电容器的 电能 它上面如果带了 这个是面积A 带了正Sigma 跟负Sigma的 这个电量的话 那么电能 我们用刚刚的来做 比如说我用Q平方 Q知道 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 我们很 记得很清楚 就Epsilon Zero A over D 所以我们用C 用这一项 那么C用这个 带进去 电能就等于Q平方 这个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这就是电能 我们现在从这个特例里面 找出另外一种 计算电能的方法 就是我们有一个定义 单位体积里面 除藏着电能 我们称它叫做电能密度 电能密度 用这个表示 等于电能 被除藏电能的体积来除 那我们拿现在这个 例子来看 平行板电容器 电能是这个 它的体积呢 因为 只有这里头有电厂 这个外面都没有电厂 你在外面移动什么 电荷都不需要做工 所以电能一定在这个里头 那这个体积呢 是等于什么 A乘上B 对不对 A乘B 好 那这个就变成 二分之一 Epsilon Zero 这个可以化成这样子 化成这样子以后啊 你看这一项是什么 Q over A就是 Q over A就是Sigma Sigma over Epsilon Zero 就是电厂 所以这是电厂的平方 电厂的平方 所以电能密度 是等于二分之一 Epsilon Zero 一平方 这个要记住啊 好 电能 我们就可以用电能密度 七分 然后变成这个 就是说用积分的 用电能密度来求电能的话 我们是用这个式子 那这个有个观点 就是说你的电能 当作是储藏在电厂里面 电厂里面 好 我们现在用这个 用前面的两个方法 来做一下这个立体 好 电量Q均匀分布于半径 为R的金属球表面 球这个系统的电能 这是金属球 金属球 它电量Q分布在这个表面 电量Q 你要从无穷远的地方 把它移到这里来了 你做的功呢 就是它的电能 好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用这个做 比如说用这个做做看 就是一个金属球 金属球 它的电能 它的电能我们可以用二分之一QV Q当然本来就有了 如果你这里有Q 半径是R的金属球 这个表面上的电位就是这个 这在球电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就是这个值 然后带进去就是这个 这个很简单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用这个来做做看 你看你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你这个积分这里要加一个无限大 无限大 无限大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积分的时候 是把所有的空间都要积到 所有的空间都要积到 你用这个式子 首先我们去求电场 这个电场 我们用高次定律 你看在外面一点的电场 是这个 里头一点的电场是零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 这里有体积基数了 体积基数我们就取这里 半径为R的地方 画一个球面 然后再取一个厚度为DR的地方 再取一个球面 跟这个距离是DR 那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看成是四排R 就是里面这个球面 乘上DR 很小很小的这个DR 这就是体积基数 把这个跟这个带到这里来 这个也要带 零也要带 它就等于什么呢 我们从 我们现在从零到大R 之间 它的电场是零 所以就不要写出来了 电场是零 然后再来就是从大R 到无限远的地方 这个电场是这个值 然后第一套等于这个带进去 这个积分积出来 就是这个值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积分一定要去做一做 要去做一做 这要做 你回去就要做 那么 我平时考 有时候就是考我讲过的立体 我讲过了 你还做不出来 这个是没有办法给你分数 所以这个界电机球 里头有电量均匀分布 除这个系统的电能 我们用这个 因为这个不能够用这个 电容器的电能 不能用这个二分之一 Q 二分之一 二C分之 Q平方 或者2CV平方 等等 不可以用 因为它不是电容器 那我们就用电 就用这个电能储藏在电场里面 所以我们以后要求电能的话 你就想我学过哪一些 求电能的方法 一个就是 电能储藏在电荷里面 那三个式子 对不对 再一个就是 电能储藏在电场里面 这个 现在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式子 你首先要求一 这个时候电场 我们用高四定律求很方便 因为它的电荷分布 是对称性的 这两个我说过 很重要 对不对 你遇到这个状况之下 你这两个就可以 写出来 取体积基数 这里取一个体积基数 怎么取体积基数 DQDA 这是个大学问 你现阶段一定要拼命去学的 你如果这个 面积基数 体积基数 长度基数 取不出来 那你看到题目就干等 根本动不了手 所以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去把它悟出来 一定要学会 你学不会怎么办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好 这个取了 电场有了 我们就带到 你看从0到R 0到R我们用这个 然后R到无穷远 我们就是用这个 积分 OK 这积分我就不仔细积了 那变成这个样子 这一项就是它 这一项就变成这个 那合并以后变成这样子 好 你们同学下面不要讲话 上课要很严肃 你是在学东西 好 我们很快把这个 立体讲一下 这边有两个电容器 这个开关没有接上 原来这个是C温 这里有电压120伏特 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开关 接上去了 电路就变成这样子 于是这个电荷 就有一部分跑到这边来 就变成Q1Q2 电压也变了 这个V1这个变成V2 OK 好 现在我们要求 Q1Q2是什么 V1V2是什么 OK 好 我们说假设 电键S接通后 左右电容的电量分别是这个 Q1V1 Q2V2 那么在接通以前 我们知道它的带电量就是 Q等于CV V0就代表起初就是120伏特 它是960个 960个 960个 V micro volt 接通以后呢 接通以后我们就要来看 这两个电容器变成并联 并联电容器有个特点 就是它的电压相等 V1等于V 我们今天要等于V1等于V2等于V 那电荷呢 电荷守恒就说它不会跑掉 不会扫掉 这个系统的电荷本来是Q0 后来变成Q1加Q2 然后将这个Q Q1等于C1V1 Q2等于C1V2 Q2C2 这是电容器本身的这些字 带到这个里头 带到这个里头去 Q1Q2 我们就得 Q1C1V1 Q2C2V2 C1加C2乘上V 好 这个就等于什么 不对 这是C才对 这是C我多打了一个文化E 因为这两个电容器是并联 电容器并联的话呢 它的等效电容是等于 两个电容加起来 所以它等于CV 这是CV 好 那我们就 从这里就可以得 这个写错了 C1加C2 这个等于V0 我看看 OK C1V1加C2V2 这是能 这个是电量 这是电量 Q1加Q2的意思 OK 好 我这边没有错 Q1加Q2 它就等于Q0乘上V0 Q0乘V0 那么所以我们 不是Q0 等于Q0 这个就是等于Q0 Q0就是C1V0 C1V0 没有错 然后把这个值 带进去 80伏特 V求出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去Q1 你看 Q1 V1等于V2等于V 所以CV乘上V C1V等于这个 C2V 这两个相乘就变成这一项 然后就得出来 好 最后我们就要问 你接通的时候 这个电量 从这边跑过来 一部分跑过来 电量没有损失 但是它的电能 有没有损失 我们就看看它电能 起初的电能 就二分之一Q0 V0 Q0我们刚刚算出来是这个 这么多交二 渐渐接通以后 它是二分之一QV 再加二分之一QV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得出来的 那个电能出张在电荷里面 那三个式子里头的一个 二分之一QV 好 这两个加起来 你可以把二分之一V提出来 QN加Q2就是Q0 所以呢 是等于 等于这个字 这个八十伏的 这刚刚那是一百二十伏的 所以变成这样子 那电能变少了 电荷没有少 为什么电能会变少了 这个电能跑到哪里去了 电能跑到哪里去了 就是说原来这个高电位 电荷往这边跑的时候 它是加速 有加速度 它一段一段都有加速度 带电体只要有加速度的话 它就会有电磁波放出来 电磁波是一种能量 所以它能量就放到空中去了 它能量就变少了 所以它有一部分能量 就变成电磁波 跑到外面去了 你看 接通前后系统 总电量维持不变 但接通后的总电能 比接通前要减少 这里有讲到 因加速运动 而有电磁波辐射能的耗时 发生了 谢谢大家